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不要太信任黑色裤子 尤其是腿又长又细的男人 学学王一博更帅气 黑色裤子是男人和女人都很信任的裤子款式 毕竟很百搭,又很显瘦 无论怎么穿都不难看不过 可是黑色裤子也有搭配的比较难看的时候 臃肿或者是比较吐气的搭配 往往都会看见黑色裤子的身影 毕竟设计的太实用的裤子没有什么亮点 可以搭配很酷炫的服装 同时也很容易变得过于低调显得不够时尚 不要太信任黑色裤子 尤其是腿又长又细的男人 学学王一博更帅气 他选择的搭配方式 眨一眼看并没有什么特点 怎么看都很帅气 有一种比较清爽的效果 完全不会有油腻的感觉 简单又清爽的搭配方式 是大家日常最喜欢穿着的款式 也是很多女生看了会突然有心动感觉的款式 比起过于夸张或者是过于平淡的服装来说 还是将黑色裤子搭配出清爽又帅气的效果更好看 男人穿黑色裤子 学学王一博 搭配的简单还很清爽 一点都不油腻 将他整个人的气场都衬托得更加有气质了 简单的黑色裤子的搭配方式更要学习 这样才能够慢慢提升大家的时尚品味 极简的黑色长裤 简单设计的优点 每当提到时尚的服装 大家脑子里往往会闪回那些款式更有特点的服装款式 拿黑色裤子举例子 阔腿裤 喇叭裤等版型比较有特点的裤子会被大家清晰地记住 日常生活中穿设计比较简单的黑色裤子更能够彰显出帅气 清爽的效果 裤子不推荐选择太紧身的 这样腿比较细的人穿会看着有点奇怪 也不带推荐太宽松的 搭配肥大的棉服时怎么看怎么臃肿 还是简单设计的裤子更好 女士可以偶尔试一试真空裤 显瘦又比较大方 不过男士不要选择真空裤 属于男装搭配中稍微有些油腻的 简单一点没有明显褶皱的穿黑色裤子就不错 越简单的设计越能够彰显黑色裤子的高级 和你的大长腿 简单裤子好搭配 本来黑色的裤子就属于非常好搭配的裤子款式之一 如果选择了设计很简单的裤子 那就更方便了 尤其是在冬季用来搭配非常蓬松暖和的羽绒服和棉服时 越简单的黑色裤子越显瘦 能够搭配出层次感的效果 尽管如此 上半身也不推荐选择黑色的服装进行搭配 换成黑色的漆皮皮夹克 或者是反光效果比较明显 有一定独特效果的棉服也可以 推荐的时髦搭配 一般腿比较长的男士会更喜欢穿短款的棉服 尤其是帅气的利领棉服 简单的设计看着比较的清爽 也能够让身材看着高挑一些 男士比女士来说更容易显身高 因此显高的搭配方式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 想要展示出洒脱又随性的气场 穿长款的羽绒服也不错 只是更推荐大家选择长度不过息的棉服 不显邋遢 还有强大可靠的气场 独特的配饰搭配 大家不要小瞧了配饰 像是帽子和鞋子都是冬季必备的款式 在穿灰色羽绒服之后 大家可以配上黑色的帽子来起到和裤子呼应的效果 也可以换成灰色的帽子来张显出文艺感 鞋子的选择还是更推荐穿黑色的 这样看起来腿更长一些 选择有运动感的白色条纹款式也不错 换成白色的运动鞋也能够彰显出较为年轻又大方的效果 可是不推荐大家在穿黑白灰色服装时 配上荧光色的运动鞋太过扎眼 其他黑色裤子介绍 运动黑裤很洒脱 黑色裤子中比较常见的设计有牛仔裤 运动裤和工装裤等等 运动裤分为收紧裤腿的和普通宽松裤腿的 宽裤腿的其实更舒服一点 搭配什么款式鞋子都没有问题 也是可以搭配多种不同设计服装的一种经典裤子 尤其是在配上运动风服饰和运动帽子的时候 整个人的气场十分的清爽 只是千万不要选择纯黑色的 可以加上一些白色的图案 或者拼接上一些彩色的条纹等等 更加随性的运动裤 和宽腿的阔腿裤相比 裤腿有收紧设计的运动裤 气场会更加有动感 且有特色 这类服装用来搭配纯黑色的运动服装也不错 只是不推荐大家选择裤裆比较低的款式 腿长的人能够穿出慵懒的范 不过腿长一般的人会显得邋遢 让人觉得不舒服 简单图案太时髦 一般穿黑色裤子时 不会选择在裤子上加上独特的装饰 虽然女装裤子上经常能看到添加银色链条 或者是彩色图案的款式 可男士裤子选择这样的设计很容易变油腻 简单地加上白色的条纹做出一个不对称的效果 却能让黑色裤子瞬间变得很时髦 在搭配非常简单的棉服时 看着会有时髦又有特点 感谢观看